瑟萨里奥 这次美国对成绩最好的是格雷斯·高尔德 他是获得了这个分战的第三名 那么从06年都林冬奥会之后 俄罗斯的女单曾经一度是陷入到了低谷 但是在经过了两个奥运周期之后的人才储备之后 从索契奥运会之后进入到新的奥运周期 我们就看到现在俄罗斯的女单开始崛起 他们有大量就是在之前年龄还只有1345岁的这些小姑娘 在新载季开始已经达到了参加成年组国际大赛的年龄 加上他们过去八年两个奥运周期的能量的积蓄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在14到18年这个奥运周期 女单项目可以说是俄罗斯女单的天下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这次非常遗憾 没有能够登上美国站领奖台的哈萨克斯坦队名将丹尼斯 好 接下来我们拍摄 好 接下来我们拍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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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美国站男子丹日华项目的第四名获得者哈萨克斯坦队的名将丹尼斯 她的今天很可能会成为在这个新的奥运周期一批崛起的小男丹们的明天 因为呢我们第一次看到丹尼斯是早在其实在两个奥运周期的世界锦标赛上当时她也是初出茅庐 但是我记得在温哥华冬奥会上虽然当时她并没有获得奖牌但是她的那种表演的能力当时她也只有十六七岁给所有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再经过了10年温哥华之后再经过了10年温哥华冬奥会在索契冬奥会上她终于实现了梦想站上了奥运会的男单领奖台 那么她当年的成长的路径就像10年冬奥会上的小巴西亚莫迪奥小海盗费南德兹那样的年轻选手一样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